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 因为假修CP就是这样的组合 从占星理论来看 假静雯就是秀杰凯 12年才会遇到一次的女神级人物喔 也就是会待望她的木星人 那您知道吗 因为木星在占星界里头是大吉星 凡事只要有木星来照 轻轻松松就可以得到成功 获得人气和赞美 所以每个星座子民都在等着被木星笼罩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成功变得简单很多 而且是事半功倍 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的修杰凯 她也是长得很帅啊 形象也很好啊 也演了很多不错的戏剧 但是就没有办法大红大紫 但是呢自从她跟贾静雯合体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她的运势大开了呢 她的好爸爸好先生的形象是升职人心的 也为她的演绎之路开了一条坦途 而且修杰凯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她不但找到了她12年遇遇的幸运女神 她还把这个幸运女神是锁在她旁边 如果是夫妻嘛 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喔 就是贾静雯就像是住在修杰凯头上的幸运精灵 20小时随时撒着幸运精粉 这种感觉 当修杰凯说我饿了 贾静雯会说好我带你去吃好的 当修杰凯说我需要帮忙 贾静雯就会觉得说 好没问题我给你人气给你人脉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很想知道 自己幸运男神跟幸运女神的年份吧 没问题我们帮你整理好了 像是呢太阳是双鱼座的修杰凯 他可以找1986年跟1998年的人 那么如果要年纪再大一点 就要再减12年 所以是1974年也就是贾静雯的年份 那么如果你是太阳水瓶座的话 你可以找1985年跟1997年的人 他们都特别容易待望你喔 摩羯座的人可以找1984年或是1996年的人 这些人特别容易为你带来幸运 那么射手座的话呢你可以找1983年生的 或是1995年生的 青蟹座的人呢你可以找1982年次生的 或是1994年生的 有没有发现他们都相差了12年 天秤座的话你可以找1981年跟1993年次生的 那我们再来举一个演艺圈的例子 像狮子座的坤林跟周杰伦也是这种配置喔 大家猜猜看谁是木星的角色 答案就是周杰伦 周杰伦确实就是坤林的幸运男神 你看华人里面有几个女明星 是可以打进好莱坞的 而且坤林现在还那么年轻耶 当年确实呢坤林也是因为周杰伦的关系 才名声大噪 其实我们并没有觉得坤林不努力 因为有条件有天分的人 还是需要伯乐来为他开启这个康庄大道 那么呢周杰伦就是这个关键角色 他是他的木星成为他的伯乐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其他的星座 像坤林呢他是狮子座的 所以呢属于他的幸运年份 是1990年到1991年 或是2002年到2003年 如果年纪要再大一点 就是像周杰伦一样是1979年的 那么如果你是处女座的话呢 可以找1992年或是2003年跟2004年的人 他都特别容易带往你哦 那巨蟹座的你可以找1989到1990年 或是呢2001年到2002年出生的人 这些人都特别容易为你带来好运 如果是双子座的话呢 你可以找这个1989年 或是2000年到2001年生的人 金牛座的话可以找1988年 或是1999年到2000年生的人 这些人都特别能够帮助你 要特别留意了 牡羊座的话呢 可以找1989年或是1999年的 其实呢这个带往你的人 并不限于只是一项情侣关系 因为这年次的人 若是你的朋友 你一定会觉得 跟他在一起充满希望和快乐 好像你做什么 他都觉得你很棒 而且他还可以为你带来特别的启发 那么如果沐昕是你的老板的话 那更棒了 因为他应该相当挺你 他会给你机会给你人脉 有机会让你升官发财 虽然呢 沐昕平均在一个星座上 是待上一年 但因为这个顺逆行的关系 我会在这个资讯栏 用文字清楚的表列 个星座对应到的 幸运男神跟幸运女神 帮你更精准的找到 12年一会的幸运心 想和修姐凯冠昆玲一样 找到你的幸运心吗 错过可是要垂心肝的 更快来看看你身边的人 哪些是可理为你带来幸运的吧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看 本周的星座运势 大家是不是会觉得 有时候呢 太阳星座的星座运势 并没有那么touch到你的心 那不妨呢 你可以看月亮星座的视角 来看看你这周 有什么样的好运吧 大家都说 30岁以后要看上升星座 会更清楚自己的灵魂旅程 但是学过摘星的人都知道 不管是最近会碰到恋爱的对象吗 还是最近会因为加星而有好心情呢 月亮星座会比太阳还要更有感哦 我们首先看看月亮母羊座 流年火星在你们的头顶上烧 让本来脾气就很大的你们更容易爆发了 不过还好 现在金星来到你的恋爱工位 水星又在夫妻工 单身的人有机会出现你喜欢的对象哦 而且还很弹得来呢 接下来看看月亮金牛座 这周其实呢恋爱运也不错哦 而且这周的贵人啊 可能是家人或是身边很亲近的人 水星在天乘座期间呢 你们的工作上算是沟通顺畅 接下来看看月亮双子座 金星到了月双子的第三宫 本周的短期旅程运 其实蛮不错的 可以好好享受你的假期 如果去学才艺也会有好心情 单身的人有机会碰到 知性的对象相谈生 或是同学朋友帮忙你介绍另外一半 月亮巨蟹座 发球权几乎不在手上的下半年 工作真的比较繁忙 或是呢长辈长官容易让你火在心中烧啊 沟通上需要特别注意口跟心不同步 还好这周呢裁员还算不错 或是你有机会好好来犒赏自己 月亮狮子座 感情今年来是走这个闪电在一起 闪奔闪离的月狮子 还好呢本周小吉星金星就在你的头顶上照顾你 也让你们动荡的生活可以稍稍喘息一下 能过上一周小确幸可得好好把握耶 月亮处女座 有了太阳的加持 月亮处女的心智能力 这周是更强大了 小的话呢可以进行大扫除或是瘦身 大的话呢你可以为自己立下新的目标 本周有机会得到理财的讯息 财运是天外飞来一笔 月亮天秤座 月天秤最近真的辛苦了 因为受到了火星对冲的影响 很多鼓劈盗招的事情都找上门 你们只能被斗应战 不过呢这周有机会正视自己的心情 理性的整理自己的情绪 而这周呢网友或是跟自己不熟的朋友 有机会为你带来好运气 月亮天蝎座 这周有机会亮眼登台 或是长官是你的贵人 但还是要提醒月亮天蝎座 火星在母羊座的下半年 要好好注意身体健康 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太累了 小心身体会突然赏你一张红牌哦 到了月亮射手座 下半年12个月亮星座 最幸运的就是月亮射手座了 虽然月处女的这个月份啊 通常啊会有一点点小不顺 但是呢因为金星跟月亮 形成了协调相位 或许呢是有美丽的心情 或许呢是你追求自己的梦想 单身的人也可能桃花现身 重点是啊 这朵桃花还是你的财 接下来到了月亮摩羯座 火星下半年让月摩羯的内心啊是躁动异常 不过呢本周小吉星金星到了八宫来坐镇 可能有不错的投资运 或是你有演喻的机会哦 接下来到了月亮水瓶座 近年来的月水瓶啊 私人生活可能出现大幅的震荡 那么单身的人呢 这周是有机会出现对象的 但是你喜不喜欢可能就很难说了哦 因为本周的脑袋是被更高的理想给占据了 接下来是月亮双鱼座 本周月双鱼有机会呢 在工作上遇到贵人 但也可能因为别人的刺激 造成心情起伏震荡 火星在牡羊座的下半年 你们可得好好看见荷包 不然很容易冲动性消费哦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趣又有用的新作资讯 请继续锁定娱乐左心事 我是被新闻耽误的詹心师Sandy 我们下周再会咯 不要忘了 请订阅女孩要干嘛的YouTube频道 并追踪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 你这件事